今天呢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有幾個人留言跟我說 想知道Yuma的睡衣是什麼牌子啊 好像有幾個人對我的睡衣有興趣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介紹我的睡衣 我已經準備好了 為了順利的拍影片我在這裡做了睡衣店 好這裡是我的睡衣店 其實呢我是非常非常愛睡衣啊 毛巾這樣布類的東西 每次去關街經過睡衣店我就停下來 然後Ryu跟我說你又要買新的睡衣不要了 這樣子 首先是冬天會穿的睡衣 這個是在前年我的勝利的時候 Ryu跟給我的粉紅色的兔兔的睡衣 牌子是Jerat Pique 我的睡衣幾乎都是在Jerat Pique買的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它的這個布很舒服 鬆軟 好舒服喔 下一個 這個是無影良品的睡衣跟六孔不同顏色的 我是粉紅色六孔是藍色的 這個是我的朋友 在我結婚紀念日的時候給我了 它是Cotton 100% 麵100%的 很舒服的喔 這個睡衣呢 我喜歡到有給朋友過 好接下來是 是比較新買的 這兩個 這個是你看 恐龍的花紋 然後它的質感是 綠文是叫Waffle生地 鬆餅 鬆餅布 這個也是Jerat Pique的 然後這裡的設計 我覺得很像 嬰兒穿的 睡衣的感覺很可愛 這個是長袖 跟長褲 然後這個呢 其實我還沒穿過 我一直很期待穿這個 這個是長袖 我是在夏天看到這個 然後在網路上買的 所以一直等秋天的到我來 這個也是Jerat Pique的 這樣的花紋 然後它的布是 很像是 擦嬰兒的扣水的那個布的 這樣的 然後它下面是短褲 我先穿一下這個恐龍的 我上次去動物園旅館的時候 穿這個 穿這個 這個我很喜歡 很喜歡 它的褲子是這樣 比較細細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懷孕 好像這個禮拜要 小孩子要出來了 他小孩是男的 男生 所以我很想要 給他小孩 買很多恐龍的衣服啊 睡衣啊 什麼的 好 畫一件 可愛 你看看 很可愛 裡面稍微 可以看到裡面 內衣 穿這個好了 這個Jerat Pique的牌子呢 尤其是半修 雖然它們的設計很可愛 然後出感也非常舒服的 不過很薄 薄薄的 所以裡面要穿這樣的衣服 因為我們女生洗澡後 裡面不會穿內衣嘛 這樣子 穿的設計是飽飽的 畫 就有點尷尬 這個設計的話 我在家裡自己穿的話 應該裡面不會穿 可是現在因為拍影片 所以我先穿 一件衣服了 好可愛唷 它的這個形狀很可愛 你看 多多 這樣子的 這個很少女的 睡衣的感覺 裡面有這個線 所以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穿 這邊的形狀也 可愛 好接下來是 夏天的半修的 睡衣 薑 這個是Snoopy的 它的布是有點厚厚的 然後這樣 毛毛的 這個也是Geratopike的 這個Snoopy的睡衣 好像是合作商品 期間限定的合作商品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買 下面是短褲 Snoopy 好剩下的睡衣呢 都是半修的 小小的 小小的花紋的 一樣Geratopike 然後這個的形狀很可愛 你看 這邊是歪歪的 下面也是這樣 然後這個從後面看也很好看的 這個雖然很可愛 不過它的落點就是這個BOOF 這麼薄喔 超級無敵薄薄的 所以裡面一定要穿 一件衣服 這個也是很可愛 可是很飽 飽飽的 剛剛的相機沒見了 我用手機拍好了 剛剛的睡衣的褲子也有 你看這個上面的熊熊的睡衣 是不是 它的形狀很可愛 這樣子的 好了 好了 雖然它們 雖然它們 雖然很可愛 不過 裡面需要穿一件衣服的話 我覺得有點麻煩 拍影片啦 特別的 心情的時候的話 可以 可是 平時的話 我不太會常常穿這個 我在夏天幾乎都每天穿的 就是這個 短褲 配 隨便的 這樣的T恤 這個短褲非常舒服 這個是A.C.DM的 在幾年前買的 這個已經是這很多次 這邊已經這麼寬 寬寬的 這是在GAP買的 兩瓶的水 以及穿 這個短褲有點冷冷的話 就會穿 這樣的 長褲 這個是在PODODO買的 PODODO 然後先穿這樣子 覺得有點冷冷的話 我會穿 常常穿的兩件毛T是這兩個 這個是剛剛的白色的睡衣 是NOPI的 所以的貓T版本 一樣的 這個松軟的布 復古風的粉紅色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我在家裡面住一場 穿的貓T YTFF 這個是在日本的YTFF YouTube 放FEST的時候 他們給我們的貓T 這個設計還蠻酷的 而且這個的話 穿這個去便利商店呢 去外面也不太明顯 我是YTFF的衣服 以上就是我現在有的睡衣的全部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